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明星制造,我是柯兹 首先呢,要欢迎一下我们本期的制造明星 我们的青春当中都祝了她,她是杨成林,欢迎 Hello,你好,大家好 欢迎一下杨成林,首先我觉得要恭喜吧 虽然这一次是继航,是一次续航 但是呢,同样演唱会又要开始了,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比较好奇是从去年十月嘛 杭州演唱会之后,然后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你在忙些什么 我中间拍了一个电视电影 然后我也拍了好多杂志 然后还有做广告,做上演 对,还有我的日常也非常的忙 所以我其实还是过得非常的充足 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取得很好的平衡 只是我在生活上也很容易把自己搞得很忙碌 但是是很放松的那种忙碌 但是那种享受自己的状态 对,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状态是最健康的 因为马上就要开始 新一轮的整个巡演的状态 我们先稍微的回忆一下去年的时候 应该有很多留恋的情节吧 因为我之前有朋友去看了一下北京的演唱会 然后当时他们会说杨成林其实是有魔力的 真的吗 对,你知道就是对于我来说 我今天还跟同事在聊 我说看了整个的发布会的一个状态 然后当时还听到杨成林的那些歌曲不断的播放 然后听到杨成林说那些话 然后看到很多粉丝们的那些VCR 会觉得很想哭的冲动 对,就是这场演唱会 我想带给大家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一种 看完了你会把心突然放得很安静 然后你会开始去回想跟自己有关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的演唱会其实不单单只是在记录自己的青春 我其实觉得更想要的是粉丝他们可以记录自己的青春 也未必是我的粉丝 可能就是一个对我有点好奇的观众 对,我希望他们来的时候 不要带着说我非得很爱杨成林 才有办法看这场演唱会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这场演唱会是不管你对我的了解有多少你都可以看 而且我可以确定的是 就算对我一点都不熟悉的人 也可以看得不亦乐乎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这场演唱会 有关主角事实 有可能主角真的就是自己的青春的那一部分 对 那有关这一次的整个的巡演过程当中 最触动你的事情你还记得吗 我觉得有很多时刻都很触动 像是曖昧的大合唱 真的不仅仅是曖昧 有很多首歌 我真的只要把麦克风放着 他们就可以帮我完成所有的歌 只是我虽然很享受听他们的声音 但是我也还是得稍微唱一两句 不然会显得好像我在头来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棒 就这个真的是百听不厌的声音 就是群体们一起去歌颂同一首歌的时候 然后再来就是嘉宾的环节 我觉得我每一次请的嘉宾都 都对大家青春上有一些含义 又或者可能像Fall in Love 我们在香港的第二场的时候出现 其实有非常多粉丝说 我是00后的 我不知道Fall in Love 但是我见证到你们的友情 完全触动到他 我觉得这也很棒 你不需要认识我的青春 但是我如果可以把我的青春的一切 带给你们 让你们相信这世界上有长存的友谊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所以说其实在演唱会当中 有关青春的旋律 我觉得可能是那段旋律 所唤起的某份回忆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 你在香港的一段视频 就是当时在唱暧昧嘛 全场大合唱 你可能只唱到最后的几句 当时你真的是有流泪 我想知道那一刹来在想的是什么 当有关合唱的部分 其实每一次在合唱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没有空想很多事情 只是说他们的那些声音 然后回绕在这整个场馆 他力量太强了 你会觉得过去做一堆努力 都非常的值得 就会觉得 原来 原来我的音乐在你的心中 影响力也是这么大 然后原来你们也影响我这么多 所以你会慢慢的发觉到 自己唱歌的意义是什么 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种 很善良的表达 那种善良是你带给别人很好 很温暖的一个感动 那个东西不需要言语 它有时候也不需要你懂里面的语言 就好比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 外国人喜欢华人的音乐 我觉得有时候它就是一种没有原因 它就是一个情感上的表达 对 然后我也深深地相信喜欢音乐的人 是会很幸福 然后会很懂得排解自己的喜怒哀乐的人 很多时候那种旋律 可能是带动了一种心情的流动 所以说今年的几场演唱会当中 还会有很多很满的心意的出现 因为我听说会有很多新鲜的部分 会有做一些调整 对 我希望让大家的耳朵也好 眼睛也好 都可以感到新鲜 包括你在台上 会真的能够看清台下的粉丝的表现 可以可以 我看非常清楚 在有一些城市是可以允许有一些调台的 那在我调得很高的时候 离观众很近的时候 我其实那个时候也都是在用我的眼睛 去记忆所有人的表情 跟他们正在干嘛 对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演唱会是很奇妙的吸引力 就是你的距离非常的远 可是你一点都不觉得你跟他们远 站在台上整个跟受众的心其实是非常近的 我觉得是非常靠近的 然后你从他们的一些表达他们的一些演唱会的观后感 你也可以感觉得到他们跟我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就是对青春的诠释嘛 所以接下来有关内地场主要是6月23号就开始在南宁 然后包括佛山 还有重庆 包括绍兴上海 对 那筹备有关于筹备的过程你还好吗 我会稍微在不同场有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然后有一些城市是陌生的 有一些是熟悉的 那我觉得无论怎么样 我觉得我跟我的粉丝都是没有距离的 对 那我很期待在我不同的城市见到不同的 不管是深面孔或是熟面孔 我都很期待大家的到来 而且这个训练其实就即将要画上一个终点 对 有一个据点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握 因为有很多时候在这个演唱会当中 其实一半然后带着另外一半 走路到自己的青春当中 就是以前特别浪漫的时候 对 爱没让人变得叹息 直到等待失去意义 无奈我恨你 写不出结局 放遗憾的美丽 停在这里 感谢观看